什么样姓名笔画的人 对另一半会万般的包容 我们会包容另一半 是因为你需要他 你必须在你的生活当中 要有跟另一半要有依存 共存的那种 你知道像很多女人 很多男人女人都一样 他没有办法去包容对方 是因为我的人生里面 其实很多事情 我经济可以独立 我生活可以独立 我什么都可以独立 我不一定要依赖你 所以他就选择 当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 他就选择不包容 但这些他在人生当中 虽然赚钱重要 什么都重要 但是他觉得家庭更重要 所以以下有对道的人 其实他是很重视 很重视家庭 很重视家庭的时候 当两性起了任何冲突的时候 他到最后会选择原谅 选择包容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人格里面 我们人格里 他是以何为贵 在我们人格里面 有13话 16话 31话 有这些笔画的人 其实他很多人都很独立 这些人也是在经济 在各方面都很独立 但是他在生活当中 他会更需要他人生当中 要有一个伴侣 共同来互相的扶持 比如说我在选择婚姻的时候 我要有了一个伴 我在选择小孩子的教育的时候 我要有一个伴共同来分享 你知道很多人在教育小孩 或者是在家庭的经济各方面 他是自己能够独立的 比如说小孩子 小孩子多什么 由我来决定 小孩子以后我们的人生 由我来决定 我们买房子 由我来决定 他是比较强势 他就不会去包容对方另一半 但是这些人其实他是很喜欢 另一半共同来跟他分享 虽然中间会有一点冲突争执 但是到最后他会喜欢 达成和平协议的 那彼此之间呢 这个婚姻就会比较长久 这个慢慢年纪大了之后呢 慢慢他的争吵的点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他会包容 他会知道他点在哪里 就慢慢不吵 但有的女人是永远一辈子 你看他跟他老公结婚三十年了 就吵三十年 但这个呢 另外一种和平是因为 反正我很多事情 我也不想管那么多 反正你妈的事你管就好 我们来看 这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人生比较容易 有十二话 二十话 二十二话的人 有我耶 你有吗 人格 人格 是我啊 这些比划的人 是比较不想去担起责任 人格没有 没有 人格 是这一个 人格 那没有 这比较不想担起责任 你知道很多女人是这样子 比如说同样 我发觉我们两个感情有问题 或者是老公有问题 但是有的女人 这些女人会比较选择 我暂时不揭穿 暂时不说 暂时不怎么样 因为我揭穿了 或我抓奸了 或我怎么样 那我结局我要得到什么 我自己又没有办法出去独立 我也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我也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养小孩 我也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去解决问题 那我倒不如选择先退让 先包容 这也是一种方法 有一种是我自己没有办法独立去面对的时候 我就宁愿选择我在这个婚姻当中 我选择包容 搞不好包容20年之后 他慢慢去做他的规划之后 他最后他就能够去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女人很多 不管女人或男人 当婚姻有问题的时候 或感情有问题 或教育有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都选择冲动的冲突 所以现在很多的夫妻就是冲突 或者是说我看到 很多 他选择的是冲突 因为他没看好自己 我在这个婚姻里面 我要扮演什么角色 我能够去面对什么 但是他虽然懒 但是他却是理智的 你知道很多人都是用冲突 去面对他的问题 所以他的婚姻也好 教育也好 什么都是弄得乱七八糟的 那这种他是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独立去面对的时候 我宁愿先选择包容 那我再来慢慢问律师 那我的婚姻该怎么办 或者是说 我是不是该存钱存个十年二十年 我有教育基金的 我有怎么样 我才能够有那个能力去离婚 但是很多女人是没有办法 光看到手机两个人在LINE的时候 他就第一时间选择 我没有办法忍受了 我一定要跟你离这个 所以有愿意包容的人 其实他在他的人生观里面 其实是他有理智的一面 有理智的一面 这样子的人也愿意退让人 他在婚姻里面两性之间 他的包容心就会比一般人强